传统火车都是由一节节车厢连接起来的 在每两节车厢之间都有一个很大的车沟 这种车沟叫做沾式车沟 诞生于一百多年前 是一项至今仍在使用的黑科技 沾式车沟诞生于美国 是一位叫做伊利汉尔顿站内的铁路工程师发明的 沾式车沟由沟头沟深和沟尾三部分组成 沟头的内部还有沟舌和锁铁两个重要部件 别看它样子十分简单 作用可是非常大的 沾式车沟是可以用于连接火车车厢 并且缓冲车厢之间纵向冲击力的重要部件 它的原理非常简单 当两个挂钩靠近的时候 挂钩侧面产生的压力会打开沟舌对口 从而让握手紧紧贴在一起 这时的沟舌非常稳定 怎么拉都不会断开 当我们要打开车沟的话 只需要轻轻提拉车沟上面的沟提销 就可以松开车沟了 直到今天 很多慢速列车上的车厢 还在使用沾式车沟进行连挂 当然动车除外 因为要保证行驶中的速度和舒适感 动车的连接采用无缝式电气化连接 非常有科技感